王乔佑 乔佑 本名王乔佑 于1975年9月11日出生 在芒果之乡 台南玉井长大的他 家族五代都是种芒果 也让他有芒果公主的分号 从小爱唱歌的他 十岁便开始参加歌唱比赛 歌唱一直是他的首要选项 没想到却意外进入购物行销行业 更曾创下八年五亿台币的惊人成绩 至今无人突破 后来平级着独一无二的嗓音 一意去女人的一身 积攒了超高的人气 是名副其实的歌坛黑马 却被公司冷冻四年 陷入合约纠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他的故事 多年前 乔又以一曲女人的一身 红遍大江南北 该曲在视频网站上突破了千万点阅率 创下台语歌曲记录 而提到与专辑同名的歌曲《昭地》 也是八点当戏剧 《金家好媳妇》的主题曲 在视频网站上公开一周 即突破二十万的点阅率 乔又说当时看到歌词 泪水当场溃滴 因为根本就是为他而写的 他解释我出生五代都是女性的传统家族 父子辈都是入赘的 身为长女的我感受特别深 他因而从小就有责任感 因为知道自己必须要撑起家族的期望 而被问到在家族中有无委屈 乔又笑说为了让爸妈放心 因此他只想让自己做得更好 2018年 他的演艺事业持续上涨 也让乔又出场走红的滋味 粉丝成立的后援会也有几万名 之前有位大叔粉丝现身活动后台 送上信封匆忙离去 事后乔又打开信封 经见一条钻石项链 他觉得太贵重了 曾在直播中呼唤大叔粉丝 请他收回去 但至今仍没有回应 他也献上了最深的感谢 而成功转型当歌手后 乔又的演出满当 一个月的时间超过三十场 跑边北、中、南 还创下一天连赶四场的记录 忙到没时间休息 乔又说其实很累 但总告诉自己能有今天得来不易 因此要撑下去 并说随着知名度暴增 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试着这出声音 好担心会失声无法演出 怎料 2019年8月 乔又意外发生车祸 他乘坐的车打滑撞上路肩 安全气囊都爆开 让他至今回响都心有余悸 随后 他在节目上还原当天状况 说因隔天在南部有工作 所以在结束北部演出后 便由助手连夜驾车南下 事发时是晚上十点多 高速公路车子还是蛮多的 但因为下雨车子打滑 才会发生车祸 他庆幸助手在车子打滑时 做了正确判断 先是撞上路肩减缓速度 车子在高速公路上打滑了好几圈 才停下来 也因此没有酿成更大车祸 车祸发生后 他也庆幸只有大腿一轻 胜围应该是我接了很多庙会活动 车上放了很多护身符 冥冥之中 神明保佑吧 车祸后也花了七十万元修车 而经历这次的车祸 乔游意识到奔波赶场机工作 实在是太过危险 因此现在即使工作再忙 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安排假期 让自己可以好好休息 随着事业的蒸蒸日上 乔游也算是赚得盆满钵满 早在当歌手之前 还在购物频道的乔游 就平级着他一流的叫卖 加上亲切的态度 曾经在二十分钟就卖光 五百足女性运动衣服 甚至创下八年五亿台币的 惊人销售成绩 至今无人超越 而在当歌手之后 有着浑厚动人嗓音的他 自2017年前推出 《思念的海岸女人的一生两庄》专辑后 便迅速走红全台各地演唱 邀约不断 累积超高的人气 而为了应对紧绷又操劳的演出工作 乔游也特别准备了秘密装备 不惜砸下450万买下顶级保姆车 据自由时报报道 乔游坦言之所以会买下这台保姆车 是因为这几年演出邀约接连不断 忙起来曾经有过一个月超过30场 北中南到处跑 甚至还经常一天演出三四场 导致没时间休息的情况发生 有时候真的唱到恍神 在台上忘记自己在唱歌 不过乔游也表示一开始面对高昂的车价 他本也觉得用租的就好 但后来考虑到长期下来也是一笔可观的费用 所以最后还是决定买下来 事实上一分钱一分货 450万的保姆车 其中奢华舒适的程度完全对得起他的惊人售价 在一次难得的访谈中 乔游便带大家参观了他的顶级保姆车 只见车内不仅设有隐藏式沙发床 小型更衣室 吧台式餐桌 卡拉OK 甚至还配备了向飞机头等舱的顶级座椅 有次乔游坐在该椅子上直播时 粉丝们都误以为他是在飞机上 乔游凭级着自身的努力与敬业 不仅收获了大量的粉丝 还受到演艺圈前辈一致的好评 与猪肉王子蔡小虎的感情更是像妇女一般 此前62岁的蔡小虎 适分出道30周年 被问到是否有计划开演唱会 蔡小虎笑说先让年轻一辈来出头 也透露将会成为蔡嘉玲的演唱会嘉宾 并以虎爸来自称 不只要帮儿子 还请来女儿乔游一起来乐台力挺 由此可看出二人的关系深好 近日乔游传出被公司冷冻 还因为合约问题与老冬价对质公堂 乔游于2019年9月到2024年8月底 与豪生唱片公司签署经济合约 但乔游指豪生隐瞒期酬劳 禁止他唱公司版权的歌曲 还以发行唱片为筹码 逼他再续签合约 不得已只好提告终止经济约 台南地院认定 此经济约类似委任性质的 劳务给付契约 乔游可随时终止 判双方合约从2022年2月22日起不存在 乔游出示与唱片公司人员的Line对话 证明公司一方有说歌都已准备好 续约的是OK 就可以着手进行 乔游回说 之前的合约还有三年多时间 一合约内容 是一年发行一张专辑 公司这样做 就违反之前合约了 在中南部颇有名气的台语歌手乔游 发生合约纠纷遭冷冻后 他另请知名音乐人陈玉立录制潜新单曲 上传YT维系人气 豪生却告他违约私自发片 索赔1000万元 乔游抗辩 据提前续约 竟连自己代表作都不能公开演出 才唱新歌与粉丝同乐 并非发行专辑卖钱 法官审理认为 在串流平台分享词曲创作 不算出版物 判好声败诉 需负担诉讼费10万元 可上诉 法官认为双方合约 仅限于出版实体CD或唱片 而YT之类的影音串流平台 不是出版品或出版物 需附着的有型媒介 所以在串流平台分享 不算发片 合约没禁止乔游录歌上传YT 乔游也没唱好声拥有版权的歌曲 不容好声片面扩张解释 任意限制或剥夺乔游 另求谋生或自我发展机会 此外 法官指肖像权专属于个人 不可能让给别人 自己反而没权利 所以乔游在YT分享 自己唱歌的容貌 不违法也不违约 法官认为 豪生与乔游签约是于帮水 水帮于护门其力 可见豪生有眼光 钱对了人 但不代表乔游就必须为 豪生付出的栽培成本 赔偿违约金 现年47岁的乔游 出道前 在南部地方电视台主持购物节目 已累积许多死忠粉丝 号称八年创下五一业绩的购物天后 他常边推销边献唱 魂后嗓音被台语流行乐 最大唱片商豪记集团相中 旗下豪生公司 2014年与乔游签唱片约五年 因乔游的台南老家种芒果 豪生将乔游打造成芒果公主 接连两张专辑思念的梦与女人的一生 让乔游在台语歌坛开始走红 乔游于2019年与豪生再续约五年 但2020年间突遭豪生无限期冷冻 持无新专辑 乔游去年2022年 十月在个人脸书揭秘 原来他跟豪生闹合约纠纷 曾告豪生要求查账 双方已解约 因版权问题 他不能再公开演唱自己的代表作 豪生则提告指出 双方约定合约期间内 乔游一切录音 视听著作权 肖像权 包括台湾及世界 都归豪生所有 乔游未经同意 不能为其他公司或个人录制 或发行数位影碟 音乐等一切有声出版物 乔游却私下找陈玉莉 录制感谢有能作伴 等多首全新单曲 不仅去年4月起 陆续上传YT公开播放 乔游也在庙会 电视节目等场合 表演这些单曲 豪生主张花大钱 将乔游从只能走超庙会 默默无名的普通歌手 栽培成中南部 家喻户晓的芒果公主 并为多家厂商代言商品 前后收入差距悬殊 乔游走红 却恶意违约自立门户 使公司门受重大损失 要求乔游丈夫吴南 以连带保证人身份 与乔游共同赔偿 惩罚性违约金1000万元 乔游反驳指出 自己签约前已有名气 签约后却只能领取 每张专辑10万元酬劳 还得自费北上录音宣传 通告费依次仅1350元 其中三成要付经济费 根本亏钱 但豪生2019年就要求他提前续约 否则不帮他出专辑 更以没出片为由 不安排他演出 他为摆脱不平等合约 才令陆星哥上传YT与粉丝同乐 只求别被遗忘 乔游强调 YT是串流平台 只能听不能下载 更不算发片 他唱的都不是好声有版权的歌 自认没违约 若他的做法有瑕疵 请法官考量他情有可原 只要赔5万元就好 祝福乔游未来的日子 一切顺利 事业蒸蒸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